現在我教大家在七十一怎樣可以做一張好自戀的Postcard 每一間七十一都有一部這樣的機器 可以編照或編Postcard 來到這個介面之後 這個人文介面 首先按這個 寫真紅色這個 按下去 跟著它就看有什麼要做 這個就是Postcard 然後同意 同意 它問你什麼紙 就用Postcard這張紙 同意 有很多不同的卡 有Wi-Fi 可以用你其他SD卡 MicroSD 或者手指等 剛才我有張MicroSD 就是MicroSD卡 然後就開這裡 同意確認 這樣就插進去 記住那個方法一定是JPEG方法 一定是JPEG方法 那張照片 然後就確認 接著它會讓你去選照片 先把照片 先把紙 去Full Size 去Postcard 按這邊 有很多Folder 選擇你自己的照片 Folder 上Folder 就決定了 決定了 有問你黑白 還是彩色 我們選擇彩色 又會問你是Full Screen 還是會小一點 Full Screen 整張Postcard 都用完了 然後就決定了 它會問你幾張 一張 按這個按鈕 按這個按鈕 那幾錢呢 就20日圓 一張 不,60日圓一張 決定 那你不夠錢了 不夠錢呢 它叫入錢 先入錢 然後就一張 等一會 它就會出來 現在製作中 等一等 一路製作中 大約一分鐘都不用 就出來了 好,出來了 就出來了 那它又問你 驗你收據 取出 拿分一張卡 拿分一張卡 最重要拿分一張卡 就中了 它問你有沒有收據 然後 中了 不要收據 不要收據 就關掉所有東西 然後就出來了 看一看 我們那張Postcard 一張很自戀 很自戀的Postcard 就是這一張 非常自戀的Postcard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只是60日圓一張